食用住宅改造達人周建制設計師 以嚴謹而細緻的專業還有經驗 將日本完整的收納概念 歐美的溫馨休閒 轉化成為適合台灣居住品質的生活空間 我們今天帶觀眾分享來到高雄 我們要看建制的這個案子 比較覺得出乎意料 因為我們通常來到南部看的房子 就是那裡有一個大坪樹 或者可能是透天處 可是今天要看這個房子 我個人覺得還滿精緻的耶 它大坪樹是多少 室內實際的坪樹大概23坪 對 這個其實在高雄設計裡面 算是比較偏小型的 通常這在北部會比較多一點 但是這樣子的一個戶型來講 因為戶主只有一個人要住 所以其實對他來講 原先是有三個小房間 其實不用那麼多間 所以我們建議他這個房間可以做調整 再來就是說因為一個人住 可能衣物的收納還是很重要 因為房子要住得比較久的話 你總不能東西沒有地方放 所以我想在儲物空間的一個取捨上面 還有他的一些展示的空間 我們也幫他做出來 教屋的時候 滿來的時候 大概有一些簡單的裝潢 所以屋主的家人 不太希望他在搭新圖幕 或花錢裝潢 對 因為你看到這個 我們進來仗良的時候 施工前的照片 其實是新房子 新房子 而且本來就有一些儲櫃 而且前屋主留下的東西 都還滿新的 對 但這個風格跟味道 不是屋主想要的 他想要的還是一個比較溫馨 然後有溫馨的感覺 有典雅 那我們把它設定成比較偏 美式這樣的一種風格 那他空間當中其實呈現的是 舒服的 溫暖的 對 我們格局怎麼幫他調整 屋主是女生 幫他做了一個更衣室 因為我想一個房間不大 你要放滿衣櫃 我覺得太壓迫感 對 所以其實可以利用其中一個房間 來做一個完整的更衣空間 那中間做個拉門 我想這樣應該很足夠 OK 那同時呢 給他大量的鞋櫃的收納 因為我想這個 以切雲來講 你可能要更多 所以我們在處理上面 要照顧到這個需求 OK 就是收納的部分 鞋櫃的部分 衣服的部分 好 那像這樣子的房子 我覺得 在高雄像這樣 可能二十出頭坪數 是精緻比較少見 而事實上 像這樣坪數的很多的設計 也滿值得在台北 因為台北很多的房子 扣完公設之後 大概也這樣的坪數 沒錯 那我們就來看今天是怎麼做出 這樣子的坪數當中 我們把那種帶點美式 清古典的味道做出來 剛剛我有說 像在高雄 以二十出頭坪來講 這是一個精緻的房型 那這樣的坪數 我們拉到北部來看 其實很多的房子 扣完公設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了 而今天這個房子 我覺得屋主喜歡的地方在於 你的3D圖 就讓它看到房子 未來的長相了 對啊 所以其實在設計的過程當中 我們會利用3D的模擬 去跟這個空間做個比較 所以其實你看到 實際做出來的感覺 跟3D圖其實很雷頭很接近 對 就差別在於軟裝的部分 好 那麼像我們剛剛說過 在這樣子可能二十出頭的坪數當中 你怎麼樣從玄關一直到客廳 做出放大的感覺 我覺得這一面的設計很重要 對 因為其實 它的大門一進來左邊 其實有一個距離 對 它上面有一根梁 所以我們在想說 這邊做整排的儲物空間 對 但這個儲物空間 我們又希望它整體 拉到客廳的這個電子牆這邊拉 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整個設計 是一個整體 那我們先從大門後面這邊 講起來好了 其實後面這個地方 有比較多的櫃子 是做有百頁 通風透氣的櫃子 因為這地方我們擔心說 可能放比較多鞋子 對 或者是放一些衣物 所以這個地方至少要讓它有 整體的透氣功能 那在設計上面我們讓它是 沒有把手的設計 就是按把手 那中間就是門片的把手的位置 對 那再過來這個有三個門片 我們希望這個地方 它是比較接近 像餐廚空間的櫃子 收納的櫃櫃 對 收納 對 你知道有一些 衣物之外的儲物空間 可以放在這個地方 而且如果整片做擺葉 我覺得會太崩了 太緊 對 那可以搭配一些實體的門片 讓這個空間的變化得多一點 所以這一整面做下來 讓空間看起來放大 對 但是我們已經介紹它前面的 兩個段落了 一個段落給玄關用 一個部分可能給餐廚 甚至是儲物空間用 對 接下來比較重要的部分 在這一整面牆當中 應該就是屬於電視主牆的這一塊了 對 這一塊我覺得這次做出來 就是有那一種優雅的感覺 對 因為其實 我們這樣一個空間裡面 不是很大的一個範圍 我們希望屋主不要坐太滿 至少在客廳部分 適當的讓牆面留板 那我們建議它是用食材的方式 因為在客廳用一點食材 包含牆面跟檯面 對 周邊我們搭配一點鏡面的收編 跟線板的設計 其實至少讓客廳的空間 它的這個縱深會比較深一點 而且你不會有壓迫感 那如果真的想出 可以在最下面的地方 做一些抽屜 是 好 所以我從玄關 然後進來一路到電視主牆 這個牆面做連續的設計 讓小坪樹的空間可以放大 那接著我們再繞一圈 我們來看到沙發背牆 沙發背牆就滿清古典 很美式的氛圍 對 其實 在沙發這個區塊 原先我們設定 就是比較溫馨溫暖的感覺 那怎麼樣來呈現 比較溫馨溫暖的一種效果 第一個就是我們用 類似白白 比較米色系 米黃色的 這樣一個彈牙顏色 配上白色的線板 那這樣搭配的話 已經達到一個 比較溫馨的一種基底的設計 可是最重要是 旁邊的壁燈跟畫 所以千里看到這個畫 為什麼我們用相框的方式去表達 因為畢竟它是一個人住 我覺得是可以 這個不規則的畫 去跟相框去做布置 然後旁邊搭配壁燈跟台燈 所以這樣子的感覺 就是帶一點點 比較柔美 比較清古典的味道 對 我是覺得 襯底的顏色跟線板 它真的有一點點顏色的落差 看起來會有那種立體跟層次感 對 當然我們在不同的案子裡面 會依照客人的年齡 對 需求去做不同顏色的跳色等表達 譬如說我們曾經有過 白色線板配藍色 藍色 有白色配比較淡綠色的 對 然後甚至有白色配一點粉色系的 對 我想這是不同的空間的表達方式 可以透過顏色來做一些區隔 跟一些分辨的效果 重要的是這個顏色搭配起來 如果是和諧好 看讓空間是有立體層次感的 我覺得這是我們最希望 給別人的感受 對 在今天的空間裡面 我們剛剛說過 可以從玄關一路進來到電視主牆 這樣子的做法會讓空間放大 對 我覺得今天建置的另外一個做法 也讓空間感覺有放大跟整體性 就是其實餐廳的主牆跟沙發的背牆 就是一樣的設計想法對不對 對 因為接下來我們這空間當中 實際的白牆 就沙發背後 對 餐廳這條牆 所以剛剛沙發背我已經抬過了 對 所以我們希望說在餐廳的部分 其實也是要搭配一些線盤的樣子 對 最主要是還是要跟屋主先談好 就是這邊一定要掛畫 至少這個畫的大小在事前能夠先規劃進來 那在後面呢就是屬於餐廚櫃的空間 因為我們覺得 基本上在餐廳空間 還是最好有一個 比較符合實用功能的 餐廚櫃的空間 至少還可以擺一些平民觀觀的東西 甚至要擺一些小電器小家店 都能夠比較方便餐桌在使用 對 那這個地方我們做了一個設計 就是用系統櫃搭配木工的方式 怎麼說呢 千宇看後面 餐桌後面的這個櫃子上下櫃 對 其實是系統櫃 對 那側邊呢我們靠近大門的地方 還是用木工的櫃子來做 所以木工的櫃子我們做比較純白的 烤漆的設計 對 那這樣的一個紋路的方式 近看其實跟系統會產生的效果不同 對 但是兩者搭在一起 你可以一個近看一個遠看 去做那個搭配的感覺 其實還看不太出來 對 因為我覺得木工做的好處就是 其實它會讓我玄關進來順手 右手邊 有個展示 有個擺東西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系統跟木工的搭配 可以讓空間每個地方都被用到淋漓定制 運用系統搭配木座 節省部分的工時 同時又可以擁有多變化的櫃子設計 像這樣子的靈活運用 建制在主臥的部分 把搭配的範圍拉大到以區塊性的概念 來做系統與木座的結合喔 在主臥室的空間 我們是運用了大量的系統櫃 搭配現場的木工的一個設計的一個元素 對 這次的設計倒不是說櫃體是系統門片木工 而是可能有一個區塊是系統 然後有一個部分是木工 我們來看它主臥室最大的問題就是 床頭後面有梁的問題 那這個梁的部分 業主希望做收納 所以我們就想說 好 那是不是用上下櫃的方式呈現 所以千宇你可以看到 其實在床頭後面上面的櫃子 跟下面的櫃子 你可以放多東西 對 當然中間我們搭配一個 蠻特殊點亮的筆子 對 然後去做一個主牆的設計 那它旁邊 我們可以看有化妝桌的部分 化妝台 特別這個地方 全部都是用系統櫃來做 OK 所以它整個床頭梁下的部分有收納 是 然後也有把化妝台的功能結合 在床頭兩下的位置 對 因為屋主本身是女孩子 她比較做中化妝台的使用空間 好用啊 因為雖然是系統 可是你知道它化妝台旁邊側邊 是 我的瓶瓶罐罐 其實那個位置是最好用 然後右手最順手的地方 這整體的規劃 我們盡量是讓它有桌面 而且有櫥倉的功能 那這些東西都是用系統櫃來做 所以我們剛剛提到說 那木工怎麼樣來限制它 對啊 木工呢 就是右邊 因為剛好這個化妝桌旁邊 有一個那個所謂的廁所的部分 那這廁所門太明顯 而且建商留了這個門片其實不大 那我們在想說 第一個不要動到隔間結構 然後這個門我們不要把它更新 那門檻也不要動它 因為你門檻動到它 你又怕說以後會漏水的問題 好 防水要重做 對 因為你沒有換瓶瓶 你只動門檻也不好 對 所以在既有的條件之下 我們用木工一樣 做比較古典的造型 保護起來 所以盡量讓這個門片關起來的時候 它不會有 讓你覺得有那種廁所門的感覺 OK 那當然我們看到家具的本身 也帶有一點古典的味道 在裡面 所以在這個空間當中 其實你遠看拍照 包含我們的布置品 跟整個空間的一個 軟裝的設計在裡面 以後其實你會覺得很典癢 你不會覺得系統櫃 它是一個很呆板的一個建材 好 一開始我們有說過 這個空間裡面 微調一點點的格局就是 這個主臥照原來的尺寸 是不可能有更衣室的 沒錯 所以我知道你可能把 另外一個房間的空間 讓給主臥片更衣室了 當然因為衣物的空間很重要 所以這間空間 如果是一個更衣室的話 對於我們的女主人來講 其實是非常好用的空間 那我們看到這系統櫃 整個的一個布局 都是空櫃的一個設計 所以門面打開來 你可以看到所有的衣物 一目瞭然 然後這個地方的空間 也足夠一個人行走 OK 我覺得以20出頭評數來講 這個更衣室真的很不錯 還滿夠用的了 我想今天的空間裡面 大家會看到是那種比較白色系 純白色系 然後帶一點點美式味道 一點點輕骨點的氛圍 一般的女生都會喜歡這樣的空間 不過我覺得空間裡面 要讓它更突出 或是更有女主人的味道的時候 我覺得軟件的挑選 在今天空間裡面也還滿重要 我覺得有浪漫的感覺 對 所以倩允提到重點了 其實在這個20坪內的一個空間裡面 我只想要強調兩個重點 一個就是軟妝 一個是細節 細節 在軟妝的部分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它的配色方式 雖然有帶有美式的一些骨鐵元素 但是我們想要呈現那個典雅的感覺 而且又要符合那種年輕女性的 那樣的一個效果 除了沙發後的這個畫框的黑色線條之外 那黑色的茶季也是我們搭配的 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讓空間有一點現代的感 現代感 OK 那這個空間裡面我覺得 還有一個成套的配色 還滿像女生會喜歡的 包含餐椅跟窗簾 我覺得這應該是在顏色設定的時候 就是先長好 沒錯 我要同一個設系 對 所以在餐椅的顏色的選擇上面 我們盡量是搭配到它 這個客廳這個窗簾的顏色 讓它整個空間的顏色能夠融合在一起 另外我們看到就是客廳的部分 它的一個吊燈 這個水晶燈我們不用垂吊式的 是用西嶺式的主燈的概念 對 就讓它空間至少維持 原有的無垢 沒有壓迫感 那同時搭配我們餐廳的吊燈 可以做比較簡約的一種 吊燈形式 我想空間當中就有很多很驚喜的地方 所以我們才在講啊 這種帶一點點美式 帶一點點古典線條味道的空間 有時候你在軟墊的配置上 稍微有一點現代感 或稍微跳脫一點顏色的話 其實這個房間出來會 還滿有自己的個性跟味道 有時候可能也代表了可能這個房間這個屋主 他本身想要給別人的感受 我想在我們看到今天像這樣子 帶了一點點比較清清的美式一點 清清古典的味道的空間 其實每個屋主住進去 他選的東西不一樣 或他的色系有不同的時候 其實每個房子那種清古典出來的味道 也真的都不太一樣 其實我們是想說 在這樣的一個風格裡面 都是著重比較美式清古典的 這樣的一個類型的案子 我們希望每個案子都做不一樣 應該說同中求異 因為都是那個 基調 這個基調 但至少在每個屋主 我們要考量到年齡跟使用需求跟喜好 去做一些差異化的設計 要不然每個案子都長得一樣 我覺得我們做設計也沒有什麼成就感 然後屋主也不會有任何的一個差別性 那像這個案例 它是面積比較小 那一個人住 所以我們覺得說顏色不要太多 對 頂多就是白色配一些黑色線條的元素 再一點歐紫色 對 這樣去做搭配 那我們在別的案例裡面 其實如果空間比較大的時候 我們曾經做過就是 白色線板配比較粉紫色的感覺 那個感覺會比較重一點 但是它需要的還是大量採光跟大面積 像這樣的風格比較適合就是 喜歡度假的感覺 或者有點復古的味道 這樣的一個屋主 OK 那一間其實我也記得 你知道嗎 家具決定的空間的感覺跟味道 其實分數就是佔得滿高的 我記得屋主選的那個家具的款式 就是比較重的線條 比較重的口味 沒錯 所以它那個比較新古典的味道 比較華麗的味道就會出來 沒錯 可是如果像今天這一間我換比較淡的 比較簡單的線條 那個味道的感覺就不一樣 但說出來它的基底是一樣的對不對 沒錯 這一間我們要強調的就是舒服 對 就是說工作很累了回到家 不要太多五顏六色 但是也不能太過於純白太乾淨 對 那又要呈現那個舒服的感覺 好 這個感覺是淺色的感覺 好 那另外有一間我記得也滿印象深刻的 它也是白色基底的新古典 那我記得你在玄關就給我來了 重重的一個顏色 但是在它的玄關空間當中 地板我們用現代的皮革磚 去做一種跳脫對比 那至少那個空間 我們說玄關是羅城區 對 那旁邊是白色的櫃子 配上這種深色的這種地磚 其實那個味道 那種衝突的感覺也滿特別的 好 總而言之我覺得在新古典啦 美式啦 清古典啦 在這個風格當中 其實就像我們吃東西 有人喜歡吃口味重 對 比較鹹 有人喜歡吃比較清淡 那就端看在這個菜出來之後 你想要加這些配件啊 還有這些顏色 就可以決定這個房子屋主的性格 跟別人的感覺 對